三年一度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下个星期二就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部召开 台湾至今还没有收到邀请函 当地政府为此表达遗憾 不满中国因为台湾新政府自接棒以来 未曾承认过以一个中国为基础的九二共识 而采取的打压方式 而且中华民国的外交 我愿意讲这句话 从1971年退出联合国以后 在国际空间上是不断地受到了压缩打压 这个71年到今天从来没有变化过 我在可见的未来 我也不会预期到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台湾外交部部长李大卫 指非航安全不涉及政治也不该分颜色 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凌驾人类的生命 因此面对中国这次的无理打压 台湾2300万人会坚决反对到底 值得一提的是 国际民航组织现任秘书长是来自中国的柳方 对于台湾的不满 中国外交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强调国际民航组织 隶属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因此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够参与该组织的所有活动 至于台湾 这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此自然没有权利出席活动 在确定了国际民航组织不发邀请函给台湾之后 台湾交通部次长王国才坚持 委派民航局副局长何书平如期到场 在场外和其他国家交流 NTV7综合报道